欢迎回来 这一次呢我们就直接先做那个背包 先做背包 我们这里先建个世界三类 是UserVidig UserVidig 然后呢我们这里给他一个 嗯 配啊 UserVidig UserVidig 中间叫什么呢 UserVidig 是我们的 嗯 背包 先创建的 好 这里创建成功了 用了我们来这里 先给他一个 Publy 给他一个 一个构杂函数 然后 Initra 它返回的是一个不可变量 这个勾制函数呢 但是一定要勾制函数的 然后它就变异不过 可以变异过但是没想 然后super 就super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这个 这个是初始化 然后我们出生的固执都会在战场里面出生化的 然后我们来个 如果 如果它的附类 已经执行了固执 如果它的附类的 数的话返回是真的的话 那么它就返回假 如果是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的话 那么就 为假 就不执行 如果是假的话 那么它就返回假 一根出 嗯 好的 然后我们再变异一下 像这样子 好 可以变异 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先进个文件夹 叫UI 首先呢 我们这里 UI UI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 back user vitg 然后我们来个图表 算到它这些 类似在这里 选择为 我们刚刚 创建的那个 bad user vitg 然后保存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就先补出这个UI 我们先 创建它的 物品的类 先创建物品类 怎么了 哎呃 嗯 什么 嗯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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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的item 我们就是 bade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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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点的鸡肉 好 然后我们创建一下类 嗯 好 我们这里是已经 嗯 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的话呢 然后我们直接 呃 这个是不要的 这个也是不要的 这个也是不要的 然后呢 这个是先不要 先不要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继续创建我们的类 我们先不写 继续创建我们的类 我们在这里 继续创建个新加类 嗯 这里呢 我们 先什么 我们先是一个 武器 item 这个是武器的鸡类 武器的鸡类 武器的鸡类 好 便宜成功 平衡成功 平衡成功 那个 武器的鸡类好 然后我们继续 先把 这几个基本类创建好 然后再创建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是 消耗品的鸡类 消耗 品 嗯 based item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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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继续创建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 tremgth item 是我们的 强化物品 tremgth 好的 好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 再装一个 呃 我们就要四个吧 武器 相害 隐藏 后面还有一个任务 任务是 t 嗯 任 任 任务 反正是 任务 任务 task sk it task it 好 所以我们先创建这些类 嗯 好 我们的 物品都创建完了 嗯 然后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 然后我们来 物品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来判断它是什么属性呢 是什么物品呢 我们用一个每一句 9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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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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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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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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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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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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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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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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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还是这样子 我们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弄呢 因为的话当我们 我们就是目前有这几个类型 我们是继承于这个baseitimate 所以当我们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 那么 其实我们是武器类型只要继承于这个baseitimateitem 那么它自动就会是 就会自动设置成这个武器类型 就把我们已经去 确认 已经去执认了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这里 其实有一个模板可以执牌一下 temusbait 嗯 真的的话它就可以直接 不用 告诉它是哪个 是哪个 是哪个 美女的名字 这个就 直接这样子就可以复制了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任务物品给 剩下的给它复制好 还是非常紧张 也要 很容易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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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哪有 哪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复制完 我们编译一下 好编译是没问题的 如果大家刚刚是像我那样子 呃就困到它 把它重新打开 算是一般就可以了 不然就 工作函数 它不会自动穿在C CPP文字里面 嗯 然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要 嗯 设计它的 类型 什么类型 呃 物品的信息 这也是 物品的类型 类型 然后就是物品的信息 这物品的信息呢 有一些不同 我呢 这里是采用那个 for table for table for table 来给它 指认的 所以呢 我们先给个 string 然后 然后 for item information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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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证 证 最后的话 我们要加一个头文件 加一下头文件 当然可能编译不过去 我们直接在这里 copy 直接到class的后面应该就可以了 好没问题 呃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话要 给个模样的固执函数 给个模样的固执函数 把它回报错 编译不过去 嗯 然后这个是我们来给个数据表 比如说我们这里建一个数据表 建一个数据表 那么它就会 嗯 自动的 呃 既然我们在这里输语一些数字 那么它就会可以 嗯 指认就是 我们这里 这个表上面的一些数据 可以通过代码的方式 直接就 呃 赋予我们的物品 就不用去一个一个去写 这样子 嗯 首先这个表怎么弄呢 首先第一行 A1 空格 是空的 啥都不写 然后呢 我们这里 先给编码 我们给它 1 2 3 4 5 6 好 然后上面这里行呢 这是我们的名字 名字呢 要和我们这个属性的名字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先来给它个 角色的 呃 物品的名字 是吧 先给一个物品的名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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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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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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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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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的話要用這個 物品的功能 物品的最後的話先不寫 名字,使用等級,貼圖和介紹 好的 然後呢我們還有什麼呢 是否可以疊加的話 是否可以疊加我們不寫在這裡 因為是否可以疊加呢也是 以示性指認啊 以示性在這些機類裡面指認就可以了 不用一一的去指認他們 嗯,這裡就先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這裡itemlane itemlane 第一個要一樣的 先給他一個,複製一下 關掉他 應該是 首先給他一個itemlane 然後第二個就是 itemuse等級 就是物品的貼圖 就是物品的介紹 好,做完這次然後呢 我們就要保存他 我們直接另存買 嗯,troman就行了 嗯,rpgitem 嗯,f5,r8,t r8,t t,mr8,mr7,mr8 我們買來是準備 嗯,cv csv文件 要補存 要補存 定確定是 等下他就可以啦 不管它 嗯, 呃 呃 再做 再做就行了 那我们直接就导入 我们直接导入这里吧 要按导入 呃...我们旁边编辑 我们先 呃...编译一下 我们这里呢 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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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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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只是数据表 就是数据表 然后物品的 数据表信息 然后接下来是 物品的数据 这个才是物品真正的数据 for item information 好 我们这就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是吧 呃我们这最好就 直接用name吧 这就用name吧 等一下我们下面的话 再用那个item 嗯 好我们先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 编译一下 看看有没有 我们自己先改一下 好 我们先这样子 再次一分 再次一分 再次 再次 好多漂亮 好的 没有问题 好了 我们 找了我们刚刚那个 这个 我们 选这为 我们刚刚 诶 诶 Gameplay Boo Pen Table 难道是我们这里 没有时间可以拦 改个Boo Pen Table 试一下 有问题我们看一下 嗯 找了一个 好 编译好了 嗯 没问题 没问题 就加一个车车就可以了 让我们导入 再次导入试一下 好 果然已经有了 Table 我们这个好 诶 诶 诶 这是为什么呢 嗯 嗯 Boo Pen 找不到属性 很明显 我们只要给大家一个 U P R O P R T Y Boo Pen Wi Lan 图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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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住 I don't know in Street Town I don't know 它是沒有找到屬性的 那是為什麼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 是不是 我老婆又變成一個Item 好 這次沒有問題 這次應該是沒有問題 絕對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好 好 這是沒問題 還是不行呢 可能還加一個 Editem 可以在編輯器裡面編輯 不只要加那個藍圖 不只要加那個藍圖 好 編譯完成 我們再導入一下 好 有了 有屬性了 嗯 有屬性了 首先呢 我們看一下 首先呢 有屬性就好了 有人就回了 嗯 首先呢 有屬性 我們就要怎麼辦 我們就導入這些屬性是吧 嗯 那我們要如何去導入這些屬性呢 首先呢 我們這裡有一個 叫什麼呢 叫 4 嗯 好 各位很早喔 好 我們這裡人要怎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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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數據板支援 數據板支援 我們就有data data 直接data 直接data 那就可以了 data data 我們直接這裡 呃 lod obj data data 然後 像我們加在支援那樣 直接加在支援 就ok了 嗯 就ok了 嗯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看到 但還有一個類型的添加 這個是什麼呢 嗯 物品的 物品是 是否可以使用 是否可以疊加 這個 這個 UCT 嗯 嗯 item all tap 嗯 這個 item all tap 嗯 然後這裡呢 我決定 嗯 這個 我們放在這裡 把全部都放在一起比較好一點 在這裡的話 吃了 但是我們能不能讓 真的但是我們不能讓 嗯 然後呢這裡就 物品是否可以使用 是 是 可以 是 可以 是 是 可以 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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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VER 就是 這樣就可以了 是否可以填一下 OVER 好 然後 我們這裡再給他一個 就是這個類型 是吧 嗯 首先我們要怎麼設置呢 首先 我們這裡改一下 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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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加上去 呃 首先呢 我們的 物品 不可以 增加 是吧 物品不可以增加 然後 is can overlake 等於 fast 然後 呃 初始 初始為 為 不可以 使用 是吧 不可以使用 is can use 等於 fast 然後 任務物品呢 呃 任務物品我們就 任務物品我們就 任務物品我們就初始化為 可以增加 好吧 物品可以增加 初始化為 不可以使用 出 對 然後 搶號物品的話 搶號物品是可以增加的 呃 初始化為 不可以使用 然後 消耗品的話 消耗品可以增加 然後 初始化為 可以使用 是吧 都是可以使用的 嗯 好 大概就先這樣子 嗯 然後呢 我們要做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我們 要先做背包 嗯 先不用那麼急 嗯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數據放上來 是吧 物品的數據 數據 alton information 這麼多紅線呢 我編譯一下看有沒有問題 我的紅線的感覺 好 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什麼問題 呃 不是 Tip 我們看說 哇哦 我先暫停一下 看看是什麽 找到了 不是想玩意 It's not a item tape 應該是個同名的 我看 是個結構體啊 但不是枚矩啊 是個結構體啊 但不是枚矩啊 是個結構體啊 但不是枚矩啊 但不是枚矩啊 是個結構體啊 所以就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現在加載這個數據表 所以我們 首先 加載數據 首先我們要如何去加載呢 我們首先呢 是通過一個 我 編移一下 我編移好了 我們先把這個 加載上來 加載上來 嗯 嗯 我沒有記得 我們可以呢 通過這個Dateable Dateable 去獲取 嗯 一般呢 我們 首先 可以在空 是吧 呃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 1234567的這個名字 好 我們來這裡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們呢 要先 呃 或許這個 for table information 給個指針 是吧 table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們這個Dateable 為什麼等於Dateable 因為它已經 加載了我們這個 數據標 所以呢 它要通過 數據標的一個 函數 叫fine rote 去 查找 是吧 for table information 去查這個 然後呢 它 是有 兩個 的 一個是 一個是 這個 這個 嗯 首先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 封過來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paste name 好 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嗯 至於 為什麼把它封入 一個函數 因為 我們獲取了之後呢 還要 一一的 把我們這些數據 一個一個的 把它指認 所以呢 我們就通過一個函數 來 去指認 嗯 我們首先 選這個 item information 它的 呃 name 等於 table的 name 然後 item information 的 呃 使用等級等於 table的 使用等級 item information的 item 這個是 貼圖 貼圖 等於 table的 貼圖 然後 item information 的 介紹 等於 table的 介紹 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成功的 就可以成功的 給 加載 呃 然後呢 我們來試驗一下 行不行 呃 做 加載 物品 信息 我們首先給它一個 test 嗯 怎麼了 給它個1吧 聊 第二 哦 哦 furname的好 furname的好 像這樣 先試一試吧 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不行 如果沒記錯的 哇 沒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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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呢 我們 在這裏 哦 我在這裏 在這裏 我們先給它加一個 對吧 什麼 龍 骨 燃 使用等級是 司機 給個 test 這個 這是 一把 龍 骨 燃 好 那有沒有 離開測試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嗯 我們給它來個 函數 virtual 手 武器 手 手 蠩 太 你 手 衣 手 手 手 LogTemp 字符串 打印字符串 选择指针 指针什么LogTemp 没问题 是这个ItemInformation 它里面的Name 好,我们编译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好,完全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測试呢 我们拿到ItemInterior 我们是用Warp 直接释取来的内容 点创建 好,然后我们直接脱照 存进来 输出这次点播放 好吧 好,看到没有 有点点,看到没有 基因值我们就用成定的本质源 再来进去了 然后剩下的东西 我们只选择在这里不停的 再来吧 不能只针资源 不能只针资源 只针资源 只针资源 就可以了 我们这本质也可以通用 要锁 再压 嗯 这一集的话 大概就在这里吧 我们就可以 已经可以成立这个资源了 然后下一集呢 我们就 做了UI 现在先把我们的 哦 我现在先把 那个Juva的六传 好 这是什么呢 呃,这个是 这个是库存的那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背包是吧 这是我们的物品 我们的物品 这是我们的物品 这是我们的物品 我们的物品 要放在背包里面 才可以 去 通过这种方式去写 嗯 所以呢 这一节 到 我们下一节再 充填 那个 再去充填之后 然后再去写那个逻辑 我们这里呢 先拿充塑好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节去了 好 好 我们的类已经装作好了 然后 指引 指引一下 这个 生命塔 编译 保存 好的 这一节就继续到这里哦 拜拜